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薰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华硕的FPS旗舰 绝身S610 它拥有最快的export的TN面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华硕XG248QSG采用了环保的褐色纸皮设计 打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份说明书 一份保修好和一份ROG的贴纸 最早在发布会 华硕将这款机器分为的 无支架和带晴天柱支架版本 最新上市的版本 这标配了标准的平底立式支架 但对于它的售价和定位来说 华硕是有充足的利润 为其配备晴天柱或PG248Q的螃蟹支架 虽然它没给大家配 但我给兄弟们展示两种支架的效果 方便大家选择 说回来,我们来看一下正面外观 熟悉的三边窄边框设计 底边框为塑料材质 中央为ROG的logo 背面也是熟悉的家族设计语言 可映着大量的玛雅纹路 右侧的ROG logo支持神光同步,很帅 结构方面,它配备了一个DP 两个HDMI,一个Type-C 和一个3.5mm的音频接口 但需要注意的是 配备的C口仅只是固件升级使用 接着我们来看它亮机部分的表现 开机会出现ROG的logo 亮屏之后的第一主板感受 屏幕两边会有明显的暗边现象 表面做了高误度的处理 正面观察画面色彩 没有出现明显的过曝和现象 稍显偏速 实测SG融机达到了122% PBI为92 字体显示没有毛刺和彩边 像素排列为标准RGB 指向素形态为长方形 保持菜单方面 依然是熟悉的红黑配色 设计精美,功能齐全 操作的方式为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接着我们来看它数据实测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白平衡和摄温 出厂默认SGP和P3摄温都在7500K DUV没有偏离 白点控制的非常精准 摄域空间方面 华硕在菜单中提供了SGP和P3摄域所限 实测在SG模式下 摄益覆盖率为93.9% 平均摄差1.52% 最大摄差3.59% P3摄模式覆盖率为90.1% 平均摄差1.85% 最大摄差3.27% SDL亮度方面 实测最高为469L 静态对比率为905.1% 在同规格中 这个对比度是偏低的 理论上 有达最新的eSport TIN 完全可以做到1000.1%的对比度 华硕在这一点上需要优化 SDL亮度方面 华硕达到603L 静态对比率为932.1% 华硕在亮度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即便是开启EIMB第五档 亮度也在300L以上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呈现液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SO图像 屏幕中间和右侧亮度最高 使用国标25公格 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对它差值为18.1% 相对偏高 但摄温均匀度表现还不错 全屏在6949K到7309K之间波动 摄温差值主要出现在屏幕四周 相当全屏黑场 亮度在0.3到0.8L之间波动 右侧会有轻微的漏光现象 可视角度方面 这是TN的弱势项 华硕和左微表现一样炸裂 主要还是仰角 最佳可视角度 差一点就变为了零度 在TN屏中 也是极其少见的存在 平散测试方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全程都是DC的调光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 调节亮度时 会有一瞬间 对眼会察觉到细微的亮度变化 但整体不影响使用 可以忽略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红光呈现两个凸起的波风 属于是K10F被光的特性 蓝光波风 在449纳米 高能短波蓝光 占比18.58% 不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遗憾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 带宽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HDMI接口为2.1 视通到12G 总计48G带宽 连接PC可以制造 1080P 610Hz 10bit和12bit的 全范围输入 主机端可以制造 4K60和1080P 48到120Hz 支持HDR和VR HDMI直连Mac 可以制造48到500Hz的刷新率 支持HDR 但不只是High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它的最佳610Hz刷新率下 全电路延迟为10.11毫秒 HD性能方面 华硕配备的双倍光 支持数项时分区控制 UTF取写方面 控制台模式 几乎完全贴合标准PQ 游戏和影院模式 从50灰阶开始 做不同程度的滚降处理 HD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南光盘境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没有过曝的现象 实测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岩浆部分细节纹理清晰 岩浆没有出现过饱和现象 这块友达1.9 色域覆盖范围不广 色彩部分没有惊喜 甚至还有一点树感 在天空和颜色渐变的过渡场景下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 虽然华硕HDR有600N的高亮度和分区控光 但天平本身视角差 色域覆盖不足 和对比度低劣势 观感可以说是偏差的 HDR几乎可以忽略 至于分区 主要的作用还是EIMB2 刷新的显示方面 华硕最高支持超频到610Hz 在实际测试中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界显越方面 华硕提供了20个 自定义档位OD调节 我们首先来看0档3.52毫秒 这个档位几乎没有过充 5档3.24毫秒 平均过充0.07 最大过充2.53% 自定义13档为最佳OD档位 2.788毫秒 平均过充2.9% 最大过充30.69% 15档2.6毫秒 平均过充7.29% 最大过充47.79% 20档1.89毫秒 平均过充77.08% 总结一下 稍显遗憾 13档位是开倒车的 对比自家兄弟 PG248 QP540Hz TN 海洋略慢上一节 运动显然实际方面 在最佳的刷新率和OD档位下 上升BW6.78 下降BW3.698 B1T为2.15毫秒 在实际UFO运动轻音度的测试中 非得本体清晰 但由于TN上升速度慢 仍然避免不了有拖映的存在 这时 华硕1LMB2就派上用场了 通过左右双背光 纵向时分区 逐航逐区控制画面刷新间隔 再通过调整占空比插黑针 来减少运动画面下的拖映现象 提升运动轻音度 对比关闭1LMB状态下 UFO的拖映 我们可以看到 提升还是相对明显的 本体的轻音度 已经超过了500HzOLED 后方拖位 这受损于TN普遍较慢的上升速度影响 还是无法做到完全规避 同时 我们也测试开启1LMB2的SVM值 5档最高 1.6 相比以往 开启插黑针 SVM值动不动到4以上 要好上许多 但依然属于是商业范畴 对于频散敏感用户 不建议开启 这个时候又有同学要问 那么华硕和卓威 到底哪个更强 从目前测试结果来看 原生不开启插黑针的情况下 卓威是属于领先水平 2.4毫秒的G2G 几乎做到了无鬼影的极限值 而华硕平均2.78的G2G 要稍显寻射 开启插黑针 实际使用两者都配备的双背光 能感知的差距非常小 游戏功能性方面 华硕菜单中提供的十字准星 狙击手和暗部增强等功能 十字准星提供的两种样式 分别为圆形和十字形 狙击手则是放大中心点倍率 更利于观察远方的敌人 暗部增强表现则不纯粹 1-3级体量并不明显 更高的动态阴影加速档位 画面的白色场景 还是会出现过曝现象 在32荒漠迷城 这种整体偏亮的地图中 画面会非常黄眼 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理榜的表现 拆开背板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的金属屏蔽罩 下方则是驱动板和控光板 主控SA为NT68507 主控旁边有4个滑棒的内存颗粒 单颗128总计512 右侧还有ARRA的控光芯片 用于实现RGB灯效和神光同步 再来看控光板 配备了两颗NT50585 分别控制 左右两边的侧入式背光 我们再来看面板型号 M241STN01.9 这是有达原装模组 24.1英寸108P 600核子超高刷新率 500nit亮度1000比1的对比度 8比特色深 90%的P3 2.5毫比的G2G响应 接着我们来看华硕 差距248QSG10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载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作品计算 它达到122%的SGP容积 涉及天地板排名的174名 S的亮度方面 实测为469L 亮度天地板排名的36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905比1 对比度天地板排名的155名 S的亮度 实测最高为603L S的亮度天地板排名的100名 S的静态对比度 为932比1 S的静态对比度天地板排名的105名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输工的百点测下 最大差值为11.04% 均匀度天地板排名的109名 核心重点 显示时间方面的测量 它的最快可用徽阶为2.788毫秒 显示速度天地板排名第52名 BET运动显示时间为2.15毫秒 排名运动轻入天地板第13名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讲起 1.有达1.9最新已知破的天音面板 双背光模组 以实现EIMB2功能 2.5毫米G2G响应 是目前最速LCD面板之一 响应和运动轻入表现非常出色 满足FPS电竞大角度跟腔和定位手法 2.整机亮度表现优异 开启插黑针依然有300L左右 3.优系的外观设计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可视角度极差 即使正面观察全屏 也会存在亮度和色彩衰减 2.屏幕存在明显的亮度不均和暗边现象 3.对比的偏低 以实破的天音面板完全可以做到1000比1以上 华硕是偏低的 黑场泛灰明显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华硕神S611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用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让我们点赞转发 顺利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